大家好,我是Jacqueline 莊斯文,現在和大家你問我回答 Jacqueline,知道你是鞋癡,那你現在有多少雙鞋? 我應該和之前差不多,大概是一千雙鞋,不要太驚訝,因為是連我妹妹的那一幅牆被我們把佔了 按一下數字 高跟鞋、平底鞋、波鞋,那麼多種鞋,你最喜歡哪款鞋? 我自己通常是穿平底鞋,除了工作會穿高跟鞋之外,大部分時間,因為我已經太高了,我就會穿平底鞋 不過,家裡儲存的鞋裡,就有六七成的高跟鞋 還記不記得你第一雙高跟鞋是幾歲有的? 我第一雙高跟鞋應該是說我學Catwalk的時候買的 因為那時候上課必須有一雙三吋的黑色高跟鞋,那時候就是我買的第一雙高跟鞋 在你那麼多的鞋,高跟鞋之中,在你那麼多對高跟鞋之中,最高的那一雙有多少吋? 我曾經很過分地買一雙六吋高跟鞋 對,那它還在一個鞋櫃裡面還沒穿高 那你有沒有試過穿高跟鞋而撲傷? 以前曾經做show的時候,就不幸地有一次就會滑傷 因為那次fashion show,在我們rehearsal的時候就沒有噴到那個紙泡 因為噴的時候不會做足儀式 但到on show那一刻,因為他們之前就噴了紙泡,就沒有清理過場地 所以在逛逛逛途中,中間有兩級的,就在那兩級就踩到紙碎,所以就滑下了 我可以說三個選高跟鞋的條件給我們嗎? 最重要就是選對弧度不要太高 因為有些高跟鞋雖然很漂亮,但弧度太高的話 你就是走不了路,就穿得不舒服 第二就是,如果你不是經常買高跟鞋的話 你可以選一些正式的,很搭配的顏色 可能是黑色、玉色、銀色、金色等 都是比較容易搭配的顏色 其次就是那個跟鞋子 如果你不是太熟悉高跟鞋的話 就不要買太幼的跟鞋子 就是不要逛逛逛逛逛的跟鞋子 可能粗一點就會走得舒服一點 你有聽過男人跟鞋都不可以妥協嗎? 我有聽過啊,但我覺得呢 男人反而還有一個妥協的空間 因為大不了理是不跟他說話和分幫分 但鞋真的不可以妥協 因為它只要有刮腳、少少硬腳不舒服 它都會令你整天走不了路 很不開心,甚至乎會受傷 最後想請Jaklyn你介紹一下這部新劇 《訪門見婚鳥》裡面的角色 今次的劇裡面呢 就是叫余飛魚 翠魚就叫我飛魚姐 證明我的地位是高過她 一開始的時候 我是一個秘書來的 我的秘書就是 我為了應付我老闆偉哥 她就不喜歡別人扮靚、性感、拍拖 這樣上班的 所以我上班的時候 我就會戴上眼鏡 一個很純良的頭 還有會包到上頸的小衣 但我私底下 我其實很開放 外出是低胸 但在上班的時候 全部小衣都扣到上頸 但我是一個挺秒嘴秒舌的人 即是那些為了爭相位 我會經常善一些同事 譬如我會經常善翠魚 我會經常跟詩君鬥嘴 所以主要是做一些搞事的位置 今次跟詩君的合作 最重要一環就是忍笑 因為詩君經常都會爆肚 改對白 就會有些很好笑的對白出現 所以忍笑也是我們拍攝時候 很需要的技巧